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两国气候的对话 在拜登与习近平11月14日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首次面对面峰会之后 习同意恢复与美国的高层往来 11月20日中国表示对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这个星期出席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晤持开放的态度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早前曾分别确认他们会参加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报道表示如果两国国防部长能够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会晤 这将是自今年八月初中国未报复佩洛西访台 而中旦与美国正常军事对话后双方首次高层军事交流 就这一事件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美国已经看清中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1月19日警告说 中国和俄罗斯正追求一个诉诸武力解决征担的世界 据法新社报道 奥斯汀在参加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时表示 北京和莫斯科一样都在寻求一个强权及功力 争端可以通过武力解决独裁者也可以扑灭自由之火的世界 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凸显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面临的挑战 中国也在印太区域推动一些于自由稳定和开放国际体制的愿景 南辕北辙的事情 奥斯汀指出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活动越来越具有挑衅的意味 北京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台湾的附近飞行 并对美国和盟国飞机进行了多次危险的难解 如今华盛顿已经将中国及其重塑印太地区的努力 定调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上个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显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显示莫斯科构成急迫威胁 华盛顿正努力应对 阿斯汀19日的演说结合了这两大挑战 他表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示意违规 而且不受惩罚 其他国家就和齐尔效仿 他说战争还是有规则必须遵守 如果一个强国可以公然违反规则 这就形同于鼓励其他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阿斯汀说莫斯科争取伊朗和朝鲜等国的支持 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二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国防部长阿斯汀去年12月4日 在里根国防论团阐述了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 阿斯汀说我们决心威慑 遏制侵略防止冲突并建立常识性的护栏 我们的新举措是美国政府做法的一部分 他利用所有国家力量的工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一综合威慑 阿斯汀说我们还在追求一种在印太地区更加分散的力量态势 这将帮助我们加强威慑和反胁迫 并与我们信任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向前推进 他说我们正在制定新的行动概念 将美国战争的方式大于21世纪 与我们无与伦比的全球伙伴和盟友网络紧密合作 综合威慑将是美国新国防战略的基石概念 它意味着整合各个领域和各种冲突中的努力 以确保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以及其他部门 以及盟友和伙伴的密切合作 以便非常清楚的招式侵略的愚蠢和要付出的代价 二 伙伴关系 阿斯汀说美国的综合威慑的关键两大因素是 伙伴关系和技术创新 伙伴关系意味着举行军事演习 比如在亚洲进行多国多航母的共同行动 它还意味着加强印太的安全架构 包括印太四国AUKUS五眼联盟 以及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三角关系 三 支持台湾自卫能力 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陈略 美国将根据台湾关系法做出的承诺 支持台湾自卫能力 同时保持自己的战略能力 抵制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的武力手段 阿斯汀说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加强威慑力 而不是寻求改变 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 包括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分歧 但管理他们的方式很重要 四 防止误判 美国将对中国领导人采取开放和坦诚的态度 如拜登所言 我们需要诚实的直接讨论我们优先事项和我们的意图 美国寻求与中国军事领导人的公开沟通 就是为了减少风险和防止误判 美国将在拜登总统与习近平的讨论 以及拜登推动制定战略风险的方法基础上 努力围绕这一竞争建立有利的合理的护栏 五 创新 阿斯汀说 综合威慑的第二个要素是创新 其核心是美国在创新方面独特的竞争优势 他说 综合威慑要求我们把最先进的技术 战争的概念和尖端的能力编织在一起 以便无缝的遏制任何形式领域和战场的侵略 这就意味着创新是美国安全的核心 他说 现在人工智能 边缘计算 纳米技术 巨大进步 已经在美国展开 其中大部分就在加州 没有人比美国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但我们不能认为 这些已经记得 在国防部 这意味着 必须认真改变我们的一些方式 所以让我们直接面对它 不过长期以来 创新者和企业家 与国防部的合作 的确有点困难 而且在国家安全方面 与我们合作的努力 准入的门栏 也往往太高了 六 为企业铺路 阿斯丁说 在最近的旅行中 他看到了一些尖端技术的杰出例子 包括几周前在巴黎 他在那里看到了无人驾驶 太阳能供电的海军舰体 他们使用人工智能来建立一个周围海域的共同画面 阿斯丁说 我们作战人员获得这种创新 往往需要太长的时间 假如在加利福利亚一家公司 开发了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法 可更好地整合我们的能力 但很多时候 这种公司要费很大的气力 将他们的构思转换为样品 然后再被国防部接受 我们会把这种综合证称之为死亡之骨 综上述述 拜登和习近平在G20峰会上的会晤 改善了两国军事关系 这对于双方减少战略的误判很重要 因为双方在一触即发的台海形势上 需要设立安全的误览 但需要指出的是 双方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 彼此心知肚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已经将中国看得清清楚楚 中国是一个独裁专制国家 在国际上信负强权及真理 这在习近平出席峰会期间 顺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拒绝与泰国总理握手 已经表现得很充分 美国制定了六条措施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台湾问题 将是中美爆发冲突的关键点 双方都在为最后的摊牌而准备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时侯 感谢您的评定 contrad感谢您的时侯 感谢您的息费